嗨,大家好,今天是廣東話特輯 我是住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女士 Snowling 這位是噴導的女配角 變變 今天這個廢片就是跟大家分享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長期住在台灣 每次回馬來西亞時一定會買的三樣東西 就是辣椒醬 辣椒醬是馬來西亞人最喜歡吃的東西 無論是炸雞 炸菜 薯當勞 薯條 一定要點的 點的 就是辣椒醬 沒有辣椒醬,我們會死的 每次回馬來西亞都要帶很多很多大粒的辣椒醬回來 無論是行李 爆蔥 都要帶 第一名就是它 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我買什麼品牌是沒有什麼相關 因為每個品牌都有它的支持者 有些人買麵吉辣椒醬,有些人買金波辣椒醬 要不是就買Live辣椒醬 很多的了,總之就是辣椒醬 第二個會買的東西就是 麵吉麵 麵吉麵 泡麵 就是即食麵 也有很多品牌 我本身就買了我喜歡吃的麵吉麵 有很多口味的了 不一定要買這個品牌 總之就是台灣比較難買到的 有時候很遺憾 所以回去也會帶幾包麵吉麵回來 第三名就是 我看你們都猜不到的了 真的很特別 又很普通 就是 米洛 米洛 那為什麼要回馬來西亞買米洛呢? 因為其實 馬來西亞買的米洛 和台灣買的米洛 喝起來是不一樣的 是嗎? 確定嗎? 是啊 其實好像不止我 我記得很多Youtuber都有去猛測過的 馬來西亞買的是真的好喝少少的 因為馬來西亞人是真的很喜歡喝米洛 米洛冰 米洛雜雪 米洛的甜品 米洛Dinosaur之類的 米洛Dinosaur是什麼? 就是米洛上面再加很多米洛粉 變成神 米洛Dinosaur 如果不想喝 下次在影片裡面示範給大家 怎麼做米洛Dinosaur 這三種東西就是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不可活缺的東西 就是辣椒醬 即食麵和米洛 可以去問問你所認識的馬來西亞朋友 他們是不是會去買這三種東西 先說說我是KL人 除了剛才那三種東西是最基本之外 有時候有些人會去馬來西亞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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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材 賣 骨茶 包 有些人會買一些咖喱料理包 這些就不一定是 每個人都會買 通常是買來送給別人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自己煮很懶 沒理由買一大堆也有懶得煮的 所以買來送給別人 這三種東西就一定是自己想吃的 自己最喜歡的 自己最喜歡的即食麵 還有自己最喜歡的米洛 有些人會買爹材料理包 但是我覺得爹材料理的三合一 不是那麼好 就是這樣 今天分享的三種東西就到這裡 先吃飯看魚